今年這個天氣真的有當時很冷 有當時很熱 這已經影響到我們的農產品了 要先來看就是 當年熱人的奶芝玉荷包 這個高雄的大廚 可以說是玉荷包最主要的三地 不過現在就團出說 玉荷包的這幾個手 雖然火都開了 不過真的有來結界奶芝 不夠掃聲 像去上面這村冷冷漏漏 還沒大顆玉荷包 原本應該要結界奶奶的玉荷包 今年受到氣候的影響 雖然火腿的太多 但是流下來還沒大顆玉荷包 真正差不多不到三下 農民表示原本翁年 可以收入大約100萬 今年可能連30萬都沒有 面對玉荷包 上山期差不多要來 但是農民說沒有來自堂修 農會也表示 今年大廚區的玉荷包三兩載度減少 比今年更期 大約又減了一載半到兩載左右 祖果率去年大概四五成 今年預計它大概是三成左右 玉荷包每年送禮的季節 就是母親節跟端午節 母親節可能吃不到玉荷包了 目前已經可以確定 母親節送禮的季節 名將是吃不到大小的玉荷包 參與其大約會出現在端午節過後 到時三地介紹可能最看 每公斤200元 記者裡面